再从资料库把它读出来 然后列出两个栏位 那可是问题 这两个栏位实际上 并不是画图它需要的 它需要的是两个串列 所以这两个串列 当然我们可以怎么做 就是说 在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那个绘图第十二个单元里面 就是要这个 ListX跟ListY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这样做 就是说我也许在这个地方 产生两个串列 一个叫ListX 给它空的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 那没关系 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它变出来 那变出来的方法的话 就是什么 我就先产生这两个 然后呢 我可以在这个里面怎么样 再把资料放进去就好 那放的方式还记得吧 有没有 这个我们前面也做过练习 如果我要放ListX的话 那我可以点什么 放资料 Append 然后放什么资料呢 其实就是放这个 Raw0的资料 把它丢进去 有没有 然后呢 如果要放那个ListY的话呢 那其实一样嘛 把这个 一样就用Append的 有没有 然后把什么呢 把这个Raw1放进去就可以了 哎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最后我们其实只要怎么 把这个结果给Printer看一下 哎 这两个串列是不是已经产生了 所以Printer的话 Printer这一个 然后呢 也在帮我Printer Y 好 那看一下哦 哎 这两个串列是不是 哎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所以哦 我们已经有点像是哦 这个万事俱备了 剩下来就只欠中锋 这个可能就把那个MatePrilab 再放进去图就画出来了 OK 所以哦 我们其实一步一步啦 第一个就是先产生 其实 就算是产生这两个啦 OK 那产生这两个之后的话 再来就是把MatePrilab 装进来 那MatePrilab 这边其实蛮简单的 其实或者你可以拿第十二个单元里面 的这个程式来 啊其实就是啊 把这个 跟底下这两行 所以等于是哦 这个Import 放到哪里呢 而且你就放在 放上面放下面 其实都OK啦 一般Import是放上面 不过如果你不放上面 其实也没有什么差 放下面应该也是可以ROM 然后再来就这两行 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 把这个Print的底下 OK 然后呢就是把 这个图给秀出来 但是呢哦 我刚刚试了一下 好像发现我们这个环境 没有装这个MatePrilab 我看一下是不是都执行 我这边哦 我刚刚有把它装起来 如果把它有把它移掉 奇怪怎么没有 那如果等一下 你假设执行看看 如果你执行之后的话 有讯息出来的话 那恭喜你 表示你那个环境是OK的 可是如果说你跳出来 它会出现什么 No Module Name 叫做什么 MatePrilab 意思说你没有装这个东西啦 那如果你没有装这个东西怎么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我前面好像跟各位讲过 你可以再跳到第12个单元的最上面 这边哦 这边哦 有一个安装的语法 那安装的步骤的话 一 请你先哦 在那个什么 我们的C碟底下 在这个 C碟底下的这个 所谓的Python的 有没有 C碟底下的Python的384 这个路径哦 OK 所以我 可以把这个路径 然后呢 输入那个什么 这个底下有没有 输入CMD 所以记得要找到这个路径 然后请你在C底下的Python384上面输入 CMD 按Enter就可以了 那它就会跳出那个DOS的模式啦 有没有 命令提示 那第二步的话呢 当然你会看到哦 它就会跳出什么 C冒号斜线 已经进入到这个目录了 然后第二步的话 请你再到那个 我们的第十二个单元上面这里 它会 这边有个安装语法 你就把它Ctrl11一下 然后呢 再到这边哦 直接贴上 贴的话呢 你好像只要按那个滑锁的右键 右键好像就贴上了 OK 如果没有的话 好像上面也有贴上 上面可能要到那个 这边上面 这个东西吧 上面的那个状态 这边有个 按右键 编辑也有个贴上 反正贴上就对了 或者当然你要重打 我是比较不建议 因为我怕你可能打错 而且打应该会打蛮久的时间 好按Enter 这个时候的话呢 如果你的那个电脑里面没有装 那个Let's Prime Lab的话 它就会显示说 正在安装的状态 OK 奇怪怎么没跑 理论上的话呢 它应该就会去检查一下 你的那个系统里面 到底也没有装这个东西 然后呢 它就会跑 可能会跳出去说是否安装 你就打个Yes 打个Why 按Enter 它就会帮你把这些东西呢 全部装起来了 我这边好像已经装过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把它关闭 OK 这第一个哦 那第二个的话 你把它Run之后的话 接下来哦 还有个地方可能要特别小心 可能呢 你在执行的时候 像我这边是有这个画面出来 但是这个画面呢 假如你没有出现的话 第二个你可能要检查的 就是说它会好像会跟你讲说 你那个绘图功能 好像要打开哦 所以如果它假如会跳出那个绘图功能 没打开的讯息的话 那请你在哪里呢 请你在那个齿轮这边 一个扳锁 设定 设定里面的话哦 你可能要找一下 因为这个还蛮常会遇到的 请你找到这个有个叫iPython控制台 控制台里面会有个绘图功能 这个绘图实际上哦 我们现在其实就是需要绘图了哦 那预设它是行内 后端的话是出现行内 请你把行内哦 记得一定要改成什么 改成自动 记得哦 这个齿轮 切过来的话呢 找到iPython的控制台 再找到它的绘图功能 记得把绘图功能呢 改成自动 再按OK 就完成了 这个可能要稍微设定一下 也许可能会遇到 也可能不会遇到 不过印象中第一次 好像会出现什么 那个就是绘图功能 它是被禁止的 那你就改一下这个地方就OK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就完成 我们的绘图功能了 那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所以 再来实际上哦 我们已经 做了几件事嘛 所以 安装了MatePryLab 所以Import的话应该OK 那我们把那个MatePryLab 里面的这个 这个 这个套件里面 这个模组 那因为它名称比较长 所以把它改名叫PLT 缩写 然后呢 利用它一个方法叫 这个 这个 Plot这个方法 然后呢 把这两个串列呢 丢给它 然后最后秀一下就可以了 好 各位可以看到 我把它直接执行 那理论上它就会出一个图表了 这个是额外出现的 那你可以看到 那因为我们这个资料 已经把它 稍微把它缩转 不过 好像还是似乎太长 不过至少可以看出来 大概在12月 12月的初 初期的部分 就已经 这个 有点下跌了 OK 所以其实这高高低低的部分 就可以呈现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做完之后 是不是可以再把它改成什么 因为在那个币别里面 除了美元 新台币之外 还有人民币对新台币 所以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刚刚这个美元对 这个新台币做完之后 改一下 改成人民币 看看会不会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好